冬末初春 这天阳光明媚 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芸芯正在复印文件 突然间又眼疯狂跳动起来 资料下午开会时才用 不急着要 午休时间到了 先去吃饭吧 谭乔乔走近 笑着说 芸芯扫了眼挂钟 又看了看屋内 其他人呢 还在忙 说是准备点外卖 不出去吃 谭乔乔边说边按电梯 打工人 午休时间加个班很正常 芸芯按了按眼角 可又眼皮不仅没消停 反而跳得更欢了 我最近搬家 想请大家吃顿饭 不如把他们都叫上 有人请吃饭 还有这好事 谭乔乔果断硬下 行 我去跟他们说 听说有人请客 大家活也不干了 班也不加了 站起身高高兴兴往外走 刘娜左右看了看 忍不住询问男友的去向 常恒人呢 他怎么没来 谭乔乔回答 说是闹肚子 待会儿跟过来 这么大个活人 丢不了 再说电话联系 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刘娜没再说什么 此时 距离右眼皮第一次跳动 已经过去了七分钟 芸心不想再耽搁 直到去晚了上菜会很慢 咱们先过去点菜吧 第九分钟 众人走出办公楼 第十一分钟 谭乔乔发现 走的路并不通往 他们常去的那家餐馆 赶紧提醒芸心走错了 芸心解释 我知道 我想去另一家贵一点的餐厅 请大家吃顿好的 请客的人都这么说 谭乔乔当然不会反对 第十六分钟 右眼皮跳动速度逐渐放缓 与此同时 芸心心脏处紧了紧 她感觉到了心悸 第十九分钟 众人抵达餐厅 要了间包厢 这家离得够远的 谭乔乔拿起菜单翻看 走这么久我都累了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刘娜掏出手机 数次拨打男友电话 却没有接通 她不由纳闷道 奇怪 怎么没接 屋子里有点闷 开窗透透风 陈轩边说边把窗户打开 窗户刚打开 窗外陡然传来一声巨响 把大家吓了一跳 怎么了怎么了 陈轩朝屋外看去 只见一道七八米高 由不明液体组成的巨浪 瞬间吞没不远处的村群 街上的行人 路边的车辆 一并被卷入 同一时间 一股香甜的气息 弥漫在空气中 啊 等看清事故发生地点 刘娜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其他人目瞪口呆 那块被淹没区域 是不是包括了咱们公司 说过多少次 不要贪便宜 在城中村租房子当办公楼 偏不听 这下好了 被淹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是不是该报警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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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云心请客吃饭 咱们这会儿 是不是还留在办公室里加班 这话一出 大家惊出一身冷汗 他们这时才醒悟 自己似乎刚成功死里逃生 谭乔乔本来又累又饿 这会儿被吓得 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他看着窗外 忍不住一阵后怕 这到底是什么液体 看起来又黏又稠 怎么还冒热气 说起来 咱们是不是应该出去救人啊 有人扫了眼屋里 迟疑着说 这屋里好几个男人 出去搭把手 把人救上来 不是挺好 出去只会送死 陈轩指了指某处 你看他 也是个大老爷们 身材壮硕 看起来还专门见过身 他都正脱不开 反而越挣扎 陷得越深 咱们去了有什么用 那人过意不去 想了想 我还是打电话报警吧 结果拿出手机一拨号 发现一直是盲音 根本打不通 外面不少人都在打电话 救护车 警车应该都在路上 陈轩时刻注意窗外动态 幸好没在常去的那家餐馆聚餐 谭乔乔看得分明 那家离得近 也被波及了 虽说只是边缘地区 损毁并不严重 看起来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总归是牵扯进去了 说不好还得等警察营救 哪像他们 此刻离得远远的 内心深处充满了安全感 咱们是没事了 长衡呢 长衡怎么办 刘娜情绪激动 又哭又好 看他哭这么惨 谭乔乔没忍心往伤口上撒盐 心里却在想 吃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有人救他都不肯走 死了怪谁 其他人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一个个在那圈 难得有人请客 大家都来了 就他闹肚子 留在办公楼 说明命中注定逃不掉 你还是想开点吧 不是我们不救他 是长衡他自己不争气 给了活命的机会 都把握不住 我们能怎么办 难道把他硬拖过来吗 要不是云心 咱们一个都逃不掉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知足吧 听过众人的一顿劝说 刘娜不仅情绪没稳定 反而像是发现了什么 瞪大眼睛盯着云心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你在说什么 云心歪头 我只是刚好 想请大家吃顿饭 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对呀 云心刚救了大家一命 你可不能翻脸不认账 知道长衡出事你伤心 来 坐下喝口茶冷静下 冤有头债有主 要报仇找搞事的人 云心什么都没干 他是无辜的 一帮人连拉带劝 把刘娜摩得离云心远远的 远处 浪潮逐渐平息下来 而席卷其中的人们 身体动作逐渐僵硬 最后凝固成雕像 警笛声响起 一切即将落下帷幕 这时 一块透明面板浮现在云心面前 欢迎参加进化游戏 恭喜玩家成功在编号 111679副本 秘堂惨案中幸存 因为您拯救了11位人类 过关评价为A 奖励属性点 B加0.2 敏加0.2 体加0.2 0加0.2 住一 过关评价获得一次 及一次以上A等级 或以上等级 玩家才能得知 进化游戏存在 住二 过关评价在B等级 及B等级以下 玩家仅获得属性点奖励 无法获知进化游戏存在 住三 标准成年女性思维属性 B0.5 敏0.5 体0.5 00.8 单向属性值超过3 6 9 将获得特殊能力 住四 不得将进化游戏存在 告知非游戏玩家 以及5A等级过关评价玩家 随意泄密将引发未知严重后果 云心伸出手 试图触碰面板 结果手指轻易透了过去 面板能看见 却触摸不到 净化游戏 111679副本 云心默然想起 今年算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很多新闻报道 哪里起了火灾 哪里哪里又有了车祸 如果每一次意外 都是一场游戏 虽然知道能活下来就该知足 但我还是想问一声 这饭还吃吗 艺人弱弱道 这情绪剧烈波动的 我都饿了 吃 叫服务员点餐 云心给出肯定回答 好爷 艺人激动地把服务员喊了过来 结果最终这顿饭还是没有吃成 因为老板和厨师很害怕 打算关门休息一段时间 等警察调查出结果再营业 同事们 另外找一家吧 谭巧巧提议 也别让云心请客了 他免单 其他人AA 对 就该这样 同意 除了刘娜不情不愿 其他人痛快应下 换了家餐厅 做待厅吃饭的时候 其他食客也在讨论方才的意外 听说是滚烫的糖浆泄露 不知道哪个缺德的 在居民区制糖 储存糖 害了那么多人 说话的人呸了一口 低声咒骂着 难怪我闻见一股很香很浓的甜味 原来是糖浆 倾听者恍然大悟 直拍大腿 你都不知道 被卷进去的人有多惨 最先说话的人连连叹息 那个糖浆护壮的 还有年性 人陷在里面 根本使不上劲 你有没有见过 动物县在沼泽里 怎么爬都爬不上来 刚才差不多就那样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 倾听者不住摇头 我碰巧看见 糖浆冲出来的壮观场面 就眼睛一眨 一道巨浪出现了 再一眨 连人带车都被卷走了 再一眨 路灯 房屋被冲走了 那么短时间 人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再说了 就算反应过来 也跑不过那道巨浪 幸好离得远 要不然 现在我都不能好端端站在这 劫后余生的庆幸亢奋 亲眼目睹灾难发生的震惊惧怕 对死者的遗憾惋惜 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让餐厅变得格外热闹 刘娜吃着吃着 忽然哭出来 不管怎么样 我都得找到她 吃完饭 你们陪我回去找长衡好不好 啊 这种时候 刘娜不敢一个人单独行动 可问题是 这种时候 其他人也不敢乱动啊 十多人聚在一起 都不敢提回公司 有人转头咨询云心 你怎么看 不好说 云心表现得十分谨慎 这种一般都是突发性事故 但谁也说不好 会不会有第二波 好在警察都在 救护车也来了 真要有事 也出不了大事 同事们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说了半天 好像什么都没说 废话文学还得试你 要我说 胆子大 愿意回去就先回去 胆子小的再等等 看看情况 终于吃饱的谈瞧瞧 放下筷子 直言不会 我胆小 惜命 今天下午说不好 就直接矿工了 老板爱扣工资扣工资 再不然辞了我也行 接着 她又对刘娜说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你要建长衡 可以等警察把她找出来 现在冲进最危险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弄不好所有人都得搭进去 你懂什么 刘娜大喊 我们从小就认识 话音未落 眼角于光瞥见什么 如遭雷劈 愣在当场 谭巧巧顺着对方的视线看过去 只见几名警察 搬着小唐人雕像 从他们身边路过 意外爆发的突然 唐江瞬间涌出 离得近的受害者被唐江包裹 动作 表情永远定格在遇害的那一刻 等到高温退去 唐江冷却下来 受害者们就变成了一座座小唐人 目前正在被搬运的这座雕像 是一男一女 相拥亲吻 画面很美好 只可惜男主角过于眼熟 是刘娜怎么都要找到的长衡 谭巧巧反应过来 什么闹肚子 他就是等大家都走了 好去鬼混 为了个劈腿渣男 不顾自身安危 我是不太懂 谭巧巧悠悠道 哇 刘娜摊在地上 痛哭不已 谭巧巧 虽然知道他是遇人不舒服渣男 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负罪感 虽然长衡渣男 可是他死了呀 直男同事们纷纷给予真诚安慰 虽然你被渣了 可是你还活着呀 哇 刘娜哭得更大声 谭巧巧 安慰得很好 下次求你别安慰 年轻的时候 谁没经历过几个人渣呢 谭巧巧深沉道 其实他没有 芸汐应该也没有 不过没关系 能安慰到人 这就足够了 长衡找到了 刘娜哭得不能自已 在没人体会公司的时 一群人乐的在旁边看热闹 陈轩边看边摇头 我就说不能瞎掺和 你看那些人 仗着自己是大老爷们 过去帮忙 结果全败送 想救的人没救出来 自己还陪进去了 大家一起陷在唐江里 出不来 救人这个事情 还是要量力而行 逞强就是 再给警察同志添乱 救援队本来就挺忙的 还得分出精力 分出人手先救你 这不耽误是吗 话不能这么说 旁边一个同事看不下去 忍不住反驳 如果泄露的不是唐江 而是热水 他们已经成功 把人就回来了 你不帮忙就算了 别在这说风凉话 人家有那胆子冒险救人 失败了也是英雄 什么风凉话 我这叫理性思维 陈轩阵有词 谭乔乔扭头就跟云心说 听见了吗 理性思维 以后不要随便救人 陈轩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又觉得不合适 僵持了一会儿 他转过头看风景 假装没听见 这时 一人指了指 迟疑地问 是我眼花了吗 那个小唐人 是不是咱们老板啊 所有人 仔细看了一眼 揉了揉眼睛继续看 眼睛多眨几次再看一次 完了 真的是老板 几个大男人鬼哭狼嚎 那嗓门直接把刘娜盖了过去 刘娜都猛了 忘了哭 呆愣愣看着他们 我要还房贷呀 还要养老婆孩子 半天不见 老板你怎么就没了 毕业以后 我换了五份工作 这份钱最多 是最少 办公室气氛最好 老板没了 公司没了 我又要出去求职 呜呜 办公楼没了 可以再找 办公用品 可以再买 老板没了 这这这 咋整啊 你们看清楚没有啊 确定是老板吗 云心压根没看清 小唐人长什么样 周围同事就开始好了 对呀 万一哭错了 丢不丢人 谭乔乔也说 老板上午不在公司 说是去银行办事 下午开会前才回来 现在才几点 说不定还没回来呢 说着 他掏出手机 给老板打电话 林音响起 正好从小唐人处传来 手机估计 对老板揣兜里 如今已经成为雕像的一部分 谭乔乔放下手机 心情复杂 真的是他呀 现在怎么办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了头绪 本来如果只是突发意外 伤员就出来 冷却凝固后的蜜糖敞开 之后收拾下现场 整理下心情 生活就又恢复成以往的模样 可是老板变成小唐人 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 公司怎么办 之后有谁接手 这算员工主动离职 还是公司辞退 能不能拿到赔偿金 陈轩一连提出数个疑问 没有人能回答 大家都很迷茫 有人两眼无神 望着天空 这算不算花钱消灾呀 丢了工作 捡回一条命 算起来还是血赚 初时死里逃生 心脏狂跳的同时 内心深处涌出一股狂喜 后来认为公司财务损失可控 事不关己 成了吃瓜看戏心态 如今峰回路转 没了疏心工作 又隐隐感到一丝心痛 这一天大起大落 不是一般的刺激 谭巧巧忽然想起 网上的表情包 上一秒 我什么场面没见过 下一秒 这场面真没见过 他心想 唐江泄露事故 别说见过 听都没听说过 望着遍地半凝固唐江 谭巧巧纳闷 无缘无故 唐江怎么会泄露 这么大事故 造成这么多伤亡 没有人出来负责吗 警察忙着救人 或许暂时没空追责 云心猜测 等忙完了 就该调查事故起因了 他很好奇 到底是天灾 还是人祸 如果是某个游戏搞的鬼 又是如何动的手脚 正惊人 谁把唐厂建在居民生活区啊 陈轩刚想到这个问题 这种工厂 通常不都建在郊区野外 旷野无人的地方吗 而且储藏滚烫的唐江 肯定有严格的安全设施标准 旁边一人补充 肯定是偷工减料 违反了安全标准 才会造成重大事故 要我说 这种人就该枪毙 害人惊 害死那么多人 拿什么赔 拿命赔都嫌不够 他一个人几条命 够赔那么多人 因为突发事故意外死亡 这些人后续能不能得到赔偿 他们是死了 家人可还活着 拿到赔偿 起码家人能过得好一些 聊着聊着 话题跑偏 陈轩带头分析 受害者家属 大致能拿多少钱 应该怎么索要赔偿 其他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芸心望着一片狼藉 心中微叹 游戏是结束了 善后工作刚刚开始 事故发生第三天 救援结束 统计出炉 唐江浪潮 总共造成60多人死亡 90多人受伤 另外车辆损伤 房屋毁坏 公共设施遗失 造成的财务损失 无法估量 后续清理 整整花了五天时间 这还多亏了清洁队 加班加点工作 其他部门加派人手帮忙 据说 哪怕清理干净街面 行走在路上 人们依旧可以闻到 空气中飘荡着香甜的气息 回想起那股甜蜜蜜的香气 是甜的芸心 第一次生出反感的情绪 开启电脑 打开官网逐一查看 没一会儿找到事故起因说明 这场事故既是天灾 也是人祸 就像猜测的那样 老板王某某为了省钱 偷工减料 安装糖冠时 并没有严格按照安全设施标准 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 他偷偷把糖冠建在住宅区 更过分的是 容量标准也违反了规定 本来应该分别安装在 两个糖冠里的糖浆 硬是挤在一个糖冠里 这就导致了 储糖冠受损严重 容易开裂 事故当天中午 气温突然回升 糖冠内部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破坏了储糖冠 致使全部糖浆清洗而出 最严重时形成10米多高巨浪 这才酿成惨剧 最后 事故被当作意外 相关部门狠狠批评了 王某某偷工减料 无视安全设施标准 不顾公众安全的无耻行为 并判王某某 赔付所有受害者经济损失 此外 王某某还需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意外 芸心念叨这两个字 如果不曾见过透明面板 如果从不知晓 进化游戏的存在 或许此刻他就能接受调查结果 将糖浆事故抛在记忆深处 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遗忘 然而现在 他反复阅读事故起因说明 最后视线停在事故当天中午 奇温突然回升几个字上 本身存在安全隐患的糖冠 配合骤然升温的天气 就成了一个绝佳的逃命副本 事后不管怎么调查 都会归为意外 芸心思存 骤然升温的天气 是进化游戏搞的鬼 又或者 当糖浆破冠而出时 事故地点周围 才被进化游戏认定为副本 接触时间太短 线索太少 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 更讨厌的是 等级A也只是窒息进化游戏的存在 不管是问 如何结束进化游戏 还是问 现在参与玩家有几人 他都没有反应 晨音片刻 芸心关闭官网 在搜索栏搜索相关新闻 结果刚打开 又有了新的发现 那是个短视频 画质很渣 画面还在不停抖动 视频开始播放 只见澎湃汹涌的糖浆巨浪 一下把村群吞没 并急速向四周扩散开 镜头一动 边缘处 一名男子被糖浆包裹住了脚踝 他表情猙獰 拼命挣扎 却无法从糖浆里挣脱开 这时 视频里传来拍摄者的说话声 那个糖浆烫的哟 能把人烫掉一层皮 有人被烫死了 也有人变成了糖人雕塑 还有人粘在地上 动不了 就跟老鼠粘在砧板上一样 视频里 被粘住脚踝的男子惊恐抬头 看向不远处来回翻涌的糖浆鱼巢 可惜没等观众看到结局 视频戛然而止 也不知拍摄者拍摄过程中 遇见了什么困难 以至于拍摄中断 视频虽然结束了 但是那张惊恐的脸 给云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那么一刹那 他仿佛看见了普通人类缩影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完全没有防备 背下的瑟瑟发抖 关闭视频 关掉电脑 云新正准备重新整理思绪 重新思考 电光火时间 一个可怕的猜想浮现在脑海中 编号111679副本密堂惨案 假如编号从一开始 一个副本等一次意外 过关评价 获得一次及一次以上A等级 或以上等级 玩家才能得知进化游戏存在 假如在我获得A等级之前 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参加过进化游戏 假如假设中的我 可以替换成世界上任何艺人 那么 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过去的某一时间点 所有人都已经被卷入进化游戏 而不自知 区别在于 有些人表现出色 会在某次副本结束后 获得评价A 进而得知世界真相 大部分人表现平庸 偶尔感慨意外频发 世道艰难 却永远不知道 自己身处进化游戏中 蜜糖泄露事故刚发生时 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 事故起因报告出炉 肇事者受到应有惩罚 关注立马少一半 一个月后 除了受害者及其家属 很少有人会再主动想起 那桩害人听闻的泄露惨案 云星广投简历 很快获得了一份新的工作 新世界酒店 经理给新进员工训话 当传菜员 心要细 手要稳 不能传错菜 也不能手抖 把汤汁洒到顾客身上 经理这么说是有理由的 酒店有一道特色菜 叫铁锅炖鹅 这菜炖得软烂入味 广受好评 只是这道菜不仅好吃 还很重 因为厨师是拿大铁锅 做的这道菜 他坚持 传菜员必须端着铁锅上菜 这样才原汁原味 换盆装 多少差了点意思 这就苦了传菜员 铁锅本来就重 捧着装满汤汁的大铁锅 传菜过程中 还不能让汤汁洒出来 那就更困难了 多少人干了几个月 干不下去 连夜买火车票跑路 实在是受不了这个罪 都过来试试 经理看着八人里 唯一名女生 略一停顿 改口道 你叫云鑫是吧 你先来 云鑫点点头 端起铁锅 稳稳当当走路 然后抵达另一边灶台 把铁锅放下 经理看的眼都直了 哪怕是干了几年 传菜员工作的老员工 动作也没这么顺畅 他的态度热络了几分 以前干过类似的活 云鑫摇头 没有 就是力气大 哦 天生神力 经理用欣喜的目光 看着云鑫 自觉发现了个好苗子 有希望留在酒店 长期干的那种 你们也试试 他满怀期待的 看着其余七人 等待新的人才出现 第一个男人昂首挺胸走过去 自信地端起铁锅 下一秒一个亮枪 被弯了 他咬紧牙关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这个锅 怎么这么沉啊 经理不满地看着他 废话 要不是太沉 其他人能天天扰手酸 只干一两个月就跑路 岗位会常年缺人 他用得着月月招心 干不了就换人 没事 我能行 男人坚决不肯承认 自己的力气不如女生 只见他表情猙獰 浑身肌肉绷紧 一下挺直了后背 然后大喝一声 把铁锅放回灶台 下一秒 他望着经理 喘得粗气诚恳表示 我想了一下 这份工作可能不太适合我 面试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说好的他是肯干 勤奋小伙呢 经理懒得揭穿他 摆摆手 走吧 接着 他扭头看向其他人 干不了趁早说出来 别硬撑 这活不是一天两天 是每天都要干 死撑到底 挣的工资还不够医药费的 其余六人有些犹豫 这时 一名二十七八岁的女性 疯疯活活走进来 急着出门 借我几个人 芸心望去 只见对方穿着酒店制服 胸口挂着名牌 上面写着 采购员 同家 就他吧 经理随手一指 指的芸心 怎么是个女生 同家不满 他出门采购 需要人帮忙 把东西抬上车 这是个戾气活 一般都是借男人 他 靠谱 经理正色道 铁锅端那么稳 干别的不会差 同家懒得理他 你 你 给我来 采购员倒也没有 博了经理面子 把芸心点上了 只是除了芸心 他又点了两个身材魁梧 看起来很好使唤的男人 说了多少遍 缺东西提前说 提前说 每次都是火烧屁股了 才告诉我 他就巴巴一张嘴 我倒是累得跑断腿 一路上 同家嘴里没停过 也不知道在骂谁 等司机把车停下 他分别给两名苦力 安排了工作 随后对芸心说 人手够用了 你歇着吧 芸心反应过来 对方没有直接拒绝经理 但扭头就自己选了人 这算什么 职场智慧 对方直言不需要 他也不想硬凑上去 芸心随便找了个地方休息 这是个沿街店铺 店门前停了辆货车 司机和两名苦力 仿佛辛勤的蚂蚁 逐一将货物搬上车 不远处 同家拿着货单核对 神情专注 忽然 芸心感觉到了熟悉的心计 我想喝奶茶 你陪我一起去吧 同家左右看了看 不确定地问 你是在跟我说话 嗯 芸心点点头 同家十分无语 初中小女生吗 手拉手一起上厕所 一块去小卖部 成年人了 职场打工人 单独买个奶茶都办不到吗 我不喝奶茶 只喝咖啡 同家说 那先去买咖啡 芸心改口 是她拒绝的 还不够明显吗 同家想骂人 转头看见司机 苦力额头微微冒汗 累得直喘气 化到嘴边咽了回去 我和你一起去 此时此刻 她不是特别想喝咖啡 但买几杯回来给司机 苦力润润嗓子 还是不错的 走吧 芸心率先迈开脚步 同家呆了呆 说一起去的是你 披下我先走的也是你 你到底想干嘛 我今天穿的高跟鞋 走不快 你给我慢着点 就一愣神的功夫 芸心已经走出老远 同家赶紧追上去 她刚快走几步 一辆小轿车横冲直撞 越过马路 直直冲向她方才站立的位置 过快的速度 带起一阵风 吹起她并角碎发 同家僵硬地回过头 只听喷 一声巨响 小轿车撞上沿街店铺 不仅把大门撞飞 还把一部分墙壁撞碎 司机和苦力正在搬货 有幸近距离观看小轿车撞墙强过程 三个人下的腿都软了 同家浑身寒毛直竖 如果刚才她拒绝邀请 继续留在原地看货单 她不敢细想 一股透心的良意涌上心头 出事了 快叫救护车 街上乱糟糟一片 这时 透明面板弹出 恭喜玩家成功在编号 112132副本 骗保意外中幸存 因为您拯救了一位人类 过关评价为C 奖励属性点 B加0.1 0加0.1 这也是进化游戏副本 芸心陷入沉思 同家过去28年的人生里 从来没有一天像今天这么刺激 距离死亡只有几步之遥 肇事车几乎是擦着她 朝店铺大门撞了过去 还没回过神 又被请到警察局 做笔录调查 同家记不清 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反正回过神来的时候 她坐在警察局椅子上 芸心隔了两张椅子 坐在她旁边 刚才为什么走那么快 同家终于找到机会发问 你不是不喜欢我吗 芸心用稀松平常的口吻说着 走远点 不讨人嫌 那你为什么邀请我 一起去买奶茶 同家又问 因为想喝 芸心右手举高 拿起塑料杯抿了一口 同家这才发现 对方手里拿着奶茶 刚才对方一直把奶茶杯 放在身侧 那是她的视线盲区 所以没看见 我还买了美食咖啡 你喝吗 芸心又从角落里 拿出外卖咖啡杯 喝 同家急需咖啡因子压压惊 两人一人捧奶茶 一人喝咖啡 安静坐着 都不说话 同家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她脑子里空空的 什么都不想干 就想发挥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个头发脏兮兮 不知道几天没洗 身上还带着股臭味的中年男人 被警察押送着 从他们面前经过 那个中年男人边走边好 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我 我就是欠了一屁股债 买了保险 想自杀拿钱 留给家人 我还观察了半天 特意选了一辆车速快的 看准时机冲出去 谁知那个驾驶员一看到我 立马掉转方向盘 我真的没料到 她会撞死其他人 童家没想到 在警察局坐久一点 还能得知事故起因 她抬起头 看着中年男人 只想骂一句 妈的智障 这种属于骗保行为 保险公司不会赔钱 童家悠悠道 你自杀钱 就没有多了解一下吗 中年男人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比听见有人意外丧生还震惊 赶紧走 肇事者 受害者碰见最容易出事 为了避免双方起冲突 警察迅速把人带离 居然是为了骗保 意料之外的答案 让童家十分无语 肇事者故意冲出去寻死 死就死吧 反正是纯死的 可偏偏她没死成 驾驶员反应太快了 及时地进行了规避 结果其他人代替肇事者 倒了大美 我当时要是站在那 死得也太冤了 童家又气又急 心里说不出的委屈愤慨 听说当时店铺里有顾客 最后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送院就医 云心低声道 所有被牵连的人都冤了 童家以为 与死亡擦肩而过 是霉运的巅峰 不料做完笔录回酒店 被老板告知 工作时间无故 矿工是要扣钱的 童家惊呆了 他试着解释 出去采购时出了意外 我是去警察局 配合调查做笔录 而且司机他们 应该有先回来 说明情况 老板一连串灵魂提问 有提前向公司汇报吗 公司批准了吗 你是不是什么都没说清楚 人就失联了 童家 命都差点没了 谁还记得公司不公司 所以吗 老板转头看向云心 你也是 即矿工一天 扣钱 必须扣钱 云心认真思考了一下 反问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所以不仅没有钱拿 反而还道歉公司一笔 老板语色 无耻如他 也不敢轻易承认 这笔账该这么算 童家知道自己是躲不过去了 索性很下心 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 他一心来的 知道什么 你要扣 就扣我一个人的工资吧 老板得了便宜还卖乖 鉴于是第一次 只是扣工资警告 下不为例 等他走远 童家狠狠脆了一口 扣不死你 云心疑惑 酒店经营状况不太好吗 生意看着挺红火的 怎么连这个钱都要省 一点不像是大酒店的老板 是挺好 童家悠悠道 可生意赚钱 和喜欢抠是两码事 中年男人企图自杀骗保 驾驶员极力规避 反而引发更严重的交通意外 整件事过于曲折离奇 网络上骂声一片 没文化 真可怕 想死的没死成 不想死的车祸去世 老天爷真是不开眼 造孽 一片叫骂声中 云心逐渐适应了新工作节奏 这天 他刚到酒店 才换好工作服 童家突然出现 拉着他就往楼梯口走 云心乖乖跟着 等到了没人的地方才问 怎么了 童家看起来有些紧张 他四处看了看 确定这里只有他们俩 才压低嗓音问 那天警察局做完笔录回家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没有啊 云心摇头 文言 童家十分失望 他不死心 又问 真的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 云心急于肯定回复 哈 童家神情变换 最后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 你没事吧 云心关切问 童家含糊着说 我遇到一些事 有点奇怪 哪里奇怪 云心问 童家实在很想找人商量一下 便斟酌着开口 上周末 我朋友去跑马拉松 邀请我一起 他说 不是必须跑完 重在参与 我想着 反正是难得的好天气 出去活动一下也好 以后万一要是再遇上什么事 跑得快总比跑不动要好 结果 我一口气跑完了 跟我朋友同时抵达终点 童家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这太奇怪了 我朋友热爱运动 经常进行户外锻炼 而我休息日懒得出门 以前也从来没有赢过他 我的体能到底是怎么追上他的 或许他跑得比平常慢 云心提供合理猜想 不可能 童家断然道 跑马拉松是要计时的 因为我仅仅跟在后面 他跑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有些是童家瞒着没说 自己跑得比往常快 比往常久 这就算了 跑完了 居然感觉比以往中途放弃更轻松 两人同时抵达终点 明显是他有问题 云心又问 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 童家揉了揉额头 我最近经历过最特别的一件事 就是差点被车撞 劫后余生 体能突然大幅度提升吗 云心思存 以前没听说啊 我只听说过 遇见意外时 有些人会爆发出潜能 力气变得特别大 或者跑得特别快 不过脱离危险后 就再也办不到了 可我今天早上出去跑步 依旧见不如飞 童家抓狂 车祸都过去几天了 怎么还没恢复正常 跑步速度提升 他不仅没开心 反而开始担心 眼前发生的一切 超出了他能理解的范围 体能提升 白送给他他都不想要 只想恢复原样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啊 云心说 童家不死心 你真的没发现任何异样 没有 云心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想了想 童家猜测 经理说你力气大 会不会是你力气原本就大 其实车祸后力气更大 但你没有发觉 云心呆了呆 童家紧接着又道 或许你本来跑步就快 提升不明显 说到这 他一脸期待地看了云心 车祸之后 跑过马拉松没 要不跑一次试试 正愣间 不远处传来男人的交谈声 以及渐行渐进的脚步声 我就说不要招惹他 你偏不听 另一人辩解 我哪知道他那么凶 前面一人又说 现在好了 被抓了还得打狂犬疫苗 另一人回答 打什么打 一点小伤 冲个水 上个药就行 听见有人靠近 童家自动停止交谈 他迅速收拾好心情 拿出职场打工人职业素养 冷静问 怎么回事 交谈的两人是两名服务员 一个叫王泽 一个叫赵泽臣 看见童家 王泽心里一个咯噔 他糊弄道 没什么 我们去扔垃圾 看见停车场里有一只猫 跟死了一样 趴在角落里 我就过去看看 你是看看吗 你上去就是一脚 赵泽臣揭穿他 猫吃痛 直接抓着你的脚踝咬了一口 我劝你算了 把野猫赶走 你不肯 非要逮住了教训他 折腾半天 猫没逮着 害我也被抓了 赵泽臣说道 这有些崩溃 你知道打狂犬疫苗多贵吗 对于赵泽臣来说 简直是非来横祸 同事不听劝 非要跑去招惹猫 结果连累他也受了伤 王泽本想糊弄过去 没想到被当场揭穿 顿时觉得脸上挂不住 他冷声道 行了 怎么说也是大老爷们 镇定点 被猫抓了多大点事 赵泽臣自问自答 因为曾经有人被猫抓伤 咬伤后没在意 最后感染狂犬病毒死掉 你少胡啊 王泽不高兴地说 被野狗咬 才有较大几率的狂犬病 被猫咬 给狂犬的几率低的 跟中彩票有一拼 谁会拿命去赌 赵泽臣愤怒 万一死了 你赔得起吗 猫抓的你 关我什么事 王泽撇得干干净净 要不是你踹猫 抓猫 猫会把我当成 跟你一伙的进行报复 赵泽臣没想让王泽 承担医药费 但是看着对方这态度 莫名来气 那你得怪猫 王泽拒不承认自己有错 听完事情经过 同家表示 狂犬疫苗 该打还是得打 见王泽打算反驳 他抬谋 要不我帮你问问老板 被猫咬了 但是没打狂犬疫苗的员工 能不能要 王泽脸色一变 他飞速改口 打 下班后就去打 为了避免再起争执 他赶紧离开 这叫什么事 赵泽臣越想越无语 我才刚毕业 越工资到账 先扣房租 再还助学贷款 剩下的钱吃饭都快不够用 还得挤出一部分 打狂犬疫苗 云鑫跟着劝了一句 钱没了可以再赚 省钱没必要在这种地方省 我明白 赵泽臣苦笑 同家在旁边看着 忽然有了新的想法 该不会云鑫不是体力上的提升 而是获得了超能力般的第六感 三号桌 铁锅顿额 厨房大师傅喊了一嗓子 来了 云鑫应了声 随后端起铁锅去三号桌 不得不说 他走起来不乏稳健 又稳又快 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们 大师傅用欣赏的目光 看着云鑫离开 又用恨铁不成钢的目光 盯自己的徒弟 人家一个小姑娘 都能轻松把铁锅端起来 你们几个颠锅颠一会儿 就喊累 像话吗 徒弟们纷纷喊圆 这个铁锅真的很沉 本来锅就重 鹅肥 配菜多 还装满了汤汁 再多颠一会儿 手就废掉了 不是我们不顶事 是云鑫做起来太轻松 我仔细观察过几次 每次他都是端起铁锅 走出去 送到桌上放下 完事 这这这 我们怎么做得到吗 大师傅眼一瞪 凶巴巴道 天赋比不过人家 还不肯勤奋努力 人家天生神力 你们不能后天上健身房 多锻炼 迎头赶上吗 徒弟们叫苦不迭 每天忙得累成狗 回家只想躺床上睡觉 哪有时间去健身房 狡辩 都是狡辩 大师傅气不过 拿起汤勺挨个敲头 徒弟们抱头鼠窜 同家正在去向老板做汇报 路上碰见王泽 随口问了句 狂犬疫苗打了吗 王泽暗骂晦 脸上却摆出笑 打了打了 你就放心吧 同家闻眼点点头 继续忙去了 王泽跑到空无一人的楼顶 掏出烟盒 取出一根烟点燃 狠狠抽了一口 娘的 一个采购员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别人打不打狂犬疫苗 关你屁事 管那么宽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老板娘 老子就不打 你能把老子怎么着 说着 低头扫了眼 脚踝处咬痕 此时 伤口已经开始愈合 看起来非常正常 他也没觉得有任何不适 狂犬蛋白一两千 一秒一针一两百 傻子才花这个冤枉钱 王泽黑黑一笑 觉得心情畅快许多 不知不觉 三个礼拜过去了 这天 赵泽成独自去扔垃圾 回来的路上 见王泽戴着口罩 不由皱了皱眉 干嘛呢 自从踢猫事件后 他对王泽的观感变差许多 两人已经很久没说过话 在赵泽成看来 王泽行为鬼祟 还特地戴上口罩 一看就是想要干坏事 头痛 还发了低烧 刚去药店买完药 王泽看起来十分虚弱 边说还边咳了两声 见状 赵泽成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王泽说完 低下头 匆匆离去 员工速射 王泽粗鲁地打开药盒包装 将药片咽下 吞水服用 没事 我只是发了低烧 这些都是发烧症状 他嘴里不断念叨着 像是在安慰 又像是在说服自己 说是这么说 王泽不由回忆起 跟药店店员的对话 当时他假装慢不经心提起 如果被野猫咬了 没打疫苗 得了狂犬病 会有什么症状 店员告诉他 潜伏期无症状 一般二十天后才发病 早期低热 头痛 全身泛滥 烦躁 恐惧不安 失眠 中期伤口处又痒又妈 最后兴奋期怕水 怕风 怕光 王泽拿药的手艺哆嗦 怎么区别正常低烧和狂犬病 看近期有没有被流浪动物抓咬过 被抓咬过的都需要当心 店员解释 不破皮的没事 破皮出血的话 一般都建议去医院打狂犬疫苗 如果没及时打狂犬疫苗 会怎么样 王泽急急追问 店员看出了点什么 谨慎回答道 没被感染还好 感染了的话 狂犬病死亡率百分之一百 文言 王泽心里一紧 不过近几年 政府有意识地控制 狂犬病的传染率在逐年降低 店员安慰他 只要不携带狂犬病毒 就算被狗咬也不会的狂犬病 被狗咬都不一定的狂犬病 何况是猫 不可能那么倒霉的 回忆完毕 宿舍里的王泽莫名找回了自信 就是没注意 发了低烧 吃完药就好了 一夜辗转反侧 头痛难忍 再加上心里装着事 王泽根本睡不着 等到天蒙蒙亮 他一咕噜爬起来 琢磨了一晚上 他终于决定 去医院打狂犬疫苗 他去停车场取电驴的时候 正巧两名清洁工在那闲聊 现在的人哦 都坏得很 之前不知道是谁 把猫弄死了 还随便丢在这 不是人弄死的 另一人猜测 他身上有抓伤 咬伤 应该是打架争地盘 最后伤势过重 才死掉了 王泽一个机灵 他想起店员 告诉他的时日观察法 说什么 如果咬他的猫十天没死 基本不会有事 如果猫死了 一定要打疫苗 死掉的猫长什么样 什么时候死的 王泽急声追问 因为他突然插话 清洁工吓了一跳 一个努力回忆了老半天 才不确定到 死了有半个月了 花色的话 橘猫 不对不对 另一人纠正 不是纯橘猫 是橘白 脖子上有一撮白毛 啊 是吗 我不记得了 咬他的猫长什么样 王泽努力回忆 但时间间隔太久 他早就记不得了 还是得去医院 王泽骑上电驴 急匆匆地走了 清洁工莫名其妙 野猫死了 他这什么急 又不是他养的 到了医院 医生说 免疫蛋白七针加狂犬第一针 差不多1500 如果打满五针狂犬 总共2700 这么贵 王泽惊呼 可是想到停车场死去的那只猫 他慌乱不已 最后咬咬牙 打 医生配药的时候 王泽心在滴血 开始后悔 为什么要去招惹猫 只不过该打的真打完 整个人总算轻松起来 疫苗打了 他安全了 肯定不会有事 回去的路上 王泽乐呵呵的 精神状态都好了几分 回到酒店 看见童家 他甚至主动上前打招呼 采购 我今天去打疫苗了 童家看见王泽 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情不自禁 后退了一步 等反应过来 他含糊应了声 哦 那挺好 疫苗打完 王泽像是得了什么免死金牌 兴高采烈的干活去了 童家望着他的背影 内心充满排斥感 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 仿佛都在诉说着 一定要远离这个人 休息时间 童家把云心拉到隐蔽的角落 压低嗓音 我刚瞧见王泽 发觉他不太对劲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 出见时 云心被经理举荐 童家颇有微词 后来多亏云心喊他走 要不然肯定被车撞 童家内心深处 多出几分亲近与信任 在之后 童家说出自己身上发生的怪异事 过了大半个月 酒店里也没传出什么奇怪的传闻 童家越发觉得 云心嘴巴紧 人品家 是个很好的人 说话也放开了 啊 他怎么了 云心歪头 别撞了 童家越想越觉得 自己的推断没错 你肯定早就知道 抓咬他们的那只猫有问题 所以才劝赵泽成 去打狂犬疫苗 王泽嘴上 答应了好好的 背地里扬凤阴违 所以迟了 云心疑惑 王泽怎么了吗 两眼无神 神色倦怠 给人的感觉很不好 童家随便形容了下 云心又问 去医院检查过 已经确诊狂犬病 童家 那倒没有 云心抬眸 一字一句问 那你为什么觉得 抓咬他们的猫 一定有问题 童家都猛了 什么 你难道自己没发现吗 你的逻辑非常奇怪 云心认真分析 都没有人确诊 你为什么认定 王泽有病 然后推导出猫有问题 再推导出 我一早就知情 童家张了张嘴 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他隐隐觉得 自己的推测没问题 但云心的说法 好像也没错 所以说 之前自己 到底为什么那么笃定 有没有一种可能 云心缓缓道 第六感灵敏的不是我 而是你 我只是出于谨慎 很正常地给出了建议 而你太想要一个同伴 才怎么看 怎么觉得 我的行为可疑 是这样吗 童家都恍惚了 从逻辑上分析 没问题 心底却始终有一个声音 在叫嚣 不对 不是这样 我说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云心用相当随意的语气说 车祸后 你的体能是提升了 但是变超人了吗 没有 童家赶紧摇头 那就是了 还是正常人类吗 云心又问 女生的第六感本来就强 从小到大 难道你 从来没有遇见过 这样的女生吗 这么一提 童家想起一人 大学时候有一个女同学 同年级不同班 大家都叫她 渣男见别姬 夸张到什么程度呢 第一次跟设友男友见面 见完私下跟设友说 设友男友给她 感觉不太好 设友起初还不信 后来男朋友 果然劈腿了 后来又有一次 同学新交了个男友 开玩笑 说他看人厉害 一定要让他见一见 帮自己打把关 之后见了 什么都没说 直摇头 同学以为他故意捣乱 都生气了 结果没多久 男友被爆出脚踏几条船 那同学还不是 第一个被勾打的 说到最后 童家开始怀疑自己太紧张 原来现实里 本来就有这样的人 他自己都遇见过 只是刚开始没想起来 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 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 近距离接触死亡后 钱能爆发 事后体能大幅提升 虽然以前没听说过 但不算很离奇 最终 云心这样总结道 童家一直没说 其实车祸后 他整个人 始终处于一种焦虑状态 此刻跟云心聊完 能明显感觉到 焦虑感减轻许多 就好像事情本身很正常 是他大惊小怪 才把自己给整焦虑了 另外 谢谢你告诉我 王泽有问题 云心诚恳道谢 听人劝 吃饱饭 我愿意听劝 以后会离他远一点 嗯 童家总觉得怪怪的 可到底是哪里奇怪呢 他暂时没想明白 一日清晨 王泽揉了揉眼睛 挣扎着从床上爬起 自从低烧 他的睡眠一直不太好 头还老痛 拆开床头柜药盒 把药混水吞幅 王泽咚当道 吃了几天药 病怎么还是不见好 他穿上拖鞋 刚要去卫生间 忽然脚踝处 又痒又骂又痛 仿佛有蚂蚁在爬 什么东西在咬我 王泽迅速把裤脚拉起 结果脚踝处什么都没有 但就是能感觉到不舒服 王泽看了半天 突然想起 野猫就是在这块区域咬利口 后来伤口愈合 他就没在意 可是现在 养麻痛区域 似乎刚好和伤口区域重合 王泽一下子慌了 我都打过疫苗了 怎么还是 不不不 话说到一半 他又否认 说不定是睡觉的时候压到了 所以腿麻 说着 他强忍着麻痛 在屋子里走起来 然而不管走多久 麻意都没能消退 王泽瘫 坐在椅子上 忽然很想抽根烟 上班时间 赵泽成正专心工作 王泽不知 从哪里击脚嘎啦里窜出来 抓住他手腕问 狂犬疫苗打了吗 打了呀 提起这件事 赵泽成就来气 说话都带刺 怎么 终于良心发现 愿意承担我的医药费了 王泽几天没睡好觉 眼底一片乌青 看起来特别憔悴 他声音嘶哑 追问 在哪打的 赵泽成心底狂翻白眼 不过看他模样可怜 还是爆出医院名字 和王泽去的是同一家 王泽又问 打完疫苗后 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有啊 胳膊酸肿 全身无力 干不动活 还不敢请假休息 吃饭还得忌口 赵泽成越说越火大 恨不得拽住王泽衣领 把他抓过来打一顿 但 他是个文明人 更重要的是 在公司打架 有被辞退的风险 所以他强忍着怒火 只用语言进行谴责 就这样 王泽慌了 医院一样 打的疫苗牌子应该也一样 怎么赵泽成没事人似的 而他却 难道真的是因为疫苗打太迟 这样还不够 赵泽成怀疑 对方是故意过来找茬的 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完全被你连累 自费两千多块钱打疫苗 你还嫌我打完疫苗 反应不够剧烈 不会的 不会的 王泽越发失魂落魄 跌跌撞撞 不一会儿跑没影 赵泽成憋了许久 憋出一句话 这不是被猫咬了 是被丧尸把脑子给吃了吧 虽然云昕跟同家承诺 遇到王泽慧离远一点 但其实两人的工作 没有交汇之处 想要碰见挺困难 熟悉的心迹感传来 抬蒙远望 只见一名顾客正将 大厅落地窗的窗帘拉开 屋外日头正好 金灿灿的阳光 洒到地板上 将屋里照得亮堂堂 结果下一秒 王泽扑到窗边 飞速将窗帘拉上 你干什么 顾客不满 又将窗帘拉开 不要拉开 王泽大声嘶吼 又将窗帘拉上 顾客气笑了 祝你们酒店 想拉开窗帘 晒晒太阳都不行吗 更离谱的是 周围没有其他顾客 根本影响不到其他人 不行 不能让阳光照进来 王泽断然拒绝 顾客 什么奇葩酒店 连个窗帘都不让拉 我就拉 顾客牛脾气上来 跟王泽杠上了 我还不信了 还有酒店明文规定 不让顾客拉窗帘 你们经理呢 有没有能负责的人出来说话 边说边伸手拽窗帘 王泽死死握住 寸步不让 两人一个要把窗帘拉开 一个要把窗帘拉拢 互不相让 于是开始掘力 王泽几天没睡好 浑身无力 渐渐不敌 顾客刚要笑 突然王泽扑过来 在顾客手上 狠狠咬了一口 顾客吃痛放开 同时大惊失色 怎么还咬人啊 窗帘又被拉开了一点点 阳光从缝隙里钻进来 洒落在地板上 王泽露出惧怕之色 赶紧把窗帘拉上 顾客都震惊了 连退好几步 冲着通往赶来的经理 同家 保安说 你们酒店偷模养丧尸啊 不怪顾客误会 此刻王泽面色惨白 两眼无神 还喜欢咬人 不管是形象 还是举止 都像极乐丧尸 没有没有 他就是生了点怪病 经理虽然不清楚什么情况 可还是努力把人场 说着 他冲保安招了招手 示意他们把王泽带走 别过来 王泽看上去很紧张 不断后退 这时 一名服务员端着饮料盘 和几杯白开水路过 王泽看见了 又是一阵乱喊乱叫 顾客会计疯了 你们怎么找这种人当员工 我刚才被他咬了 怕水 怕光 他这是被传染狂犬病毒了吧 经理 顾客一脸震惊地看过来 赵泽成解释了 夏王泽被野猫咬的事 又道 他死扣死扣的 非说被猫咬不用打针 我怀疑他根本没去 顾客稍稍安心 还好 起码不是真丧事 可随后 又满心不是滋味 他是狂犬病毒携带者 那我被他咬了 是不是相当于被野狗咬了 也要去打针 说话语气可怜的 经理都不知道怎么安慰 但他安慰不了顾客 可以迁怒 只见他瞪了赵泽成一眼 则怪道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 赵泽成听完都猛了 他下意识解释道 采购也知道 采购还让王泽去打疫苗 王泽当面答应得好好的 我哪知道他阳风因为 被地里压根没去 要不是因为他也被猫抓 担心自己安全 特地去了解了下 狂犬病发病症状 这会儿都认不出来 王泽在发什么颠 采购也知道 很好 背锅的人选又多了一个 经理扫了童家一眼 语气深沉 待会儿再跟你们算账 童家懒得理他 他看着王泽拼命挣扎 被保安按住了 还扭头去咬人家 逼对方松手 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他的直觉是对的 王泽确实很危险 不远处 因为王泽发疯似的 对人又咬又抓 保安们缩手缩脚 好几个人围着 都按不住他 关键时刻 云昕找了腹皮手套戴上 然后出气不意扑了过去 他一只手按住王泽的背 一只手按住王泽的头 直接把王泽按倒在地上 快 快 快拿绳子捆起来 再把嘴堵上 经理指挥道 王泽还想挣扎 可是云昕就跟一座小山似的 压在他身上 手按在脑门上 他愣是转不了头 眼角余光贴见顾客嘴唇动了动 经理机敏过人 抢先一步大喊 救护车来了吗 医生在哪里 这里有人急需治疗 顾客动了动嘴皮子 到底没在说什么 总之一通折腾 骚乱总算平息 等到救护车来了 经理亲自上车 一路护送顾客去医院 另一边 受伤的保安 伙同王泽 一块儿送去医治 赵泽成心有余悸 2000块钱打疫苗 确实有点小贵 可2000块钱捡回一条命 一点也不贵 王泽被送到医院 没多久确诊狂犬病 顾客以及保安 挨个打免疫蛋白 和狂犬疫苗 经理忙前忙后 说些好话 总算把顾客暂时安抚住 回到酒店 事情还没完 他把同家 赵泽成喊到跟前追责 赵泽成不服 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实际上并没有及时 去医院打针 这也不能怪我们吧 难道我们还拽着他 陪同去医院 亲眼看着医院 把免疫蛋白 和狂犬疫苗注射 进他体内吗 事实证明 领导想要找你查 总归是能找得出来的 经理眼一瞪 不能陪同去医院 那时候呢 发现他不对劲 不知道第一时间报告给我 一定要等他闯了祸 才把事情说出来 赵泽成暗暗叫苦 自从被猫抓了 两人关系就不太好 他不爱搭理王泽 很难第一时间发觉 有什么不对 之后偶遇 王泽说自己头痛 发低烧 他直接信了 也没多想 此刻被责问 赵泽成脑海浮现出的 第一个念头 竟然是 让你多嘴 一句话别说 不就追究不到你身上了吗 这下好了 不仅自己倒霉 还把采购脱下水 其实他们俩都是无辜的 事实上 赵泽成试图跟领导讲道理 但领导不想跟他讲道理 只想找人负责 经理威严地看着童家 问 事情变成这样 你打算怎么办 童家扫了眼赵泽成 只见他万分焦急 明亮的眼眸里 透露出清澈的愚蠢 在扫眼睛里 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心肝估计已经黑透 童家望着天花板 又没有感情的语调说 事情发生后 我第一时间调查了监控 发现这个王泽平 常住在员工宿舍 本地也没有家人 所以生病后 他既不请假 也不回家 就在酒店里待着 事发当天 他在大厅工作 看见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 谁都没说 自己跑过去 悄悄把窗帘拉上了 后来顾客想拉开 他还当众跟顾客起争执 一步不让 经理 是不是平常的教导不太对呀 袁工这是真把公司当家了呀 经理 他震惊地看着童家 像是在问 你是怎么得出 这么神奇的结论 袁工刚进公司 都是由他带着教 这一顶帽子扣下来 他多多少少 有点推卸不掉的责任 童家微微一笑 眼睛里写着 来呀 互相推诿呀 了不起大家一起共沉沦 嘴上说着 经理 我看那个王泽人品不太好 我都说了让他去打疫苗 他当着我的面硬下 背地里又不照做 这种人不管花多少心血都交不好 要不老板问起 咱们直说吧 经理盯着童家看了半天 最后缓缓道 我看行 赵泽成以为 这回肯定逃不了 要被扣工资 没想到 经理 采购稍微交流了一下 事情就顺利解决了 他看向采购 目光里不自觉带上几分震惊与崇拜 童家心说 这才拿到哪 你要是在职场待久了 又不是那种唯唯诺诺 甘心吃亏的性格 你也会学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交涉技能 王泽被送进医院 没过两天人就没了 倒不是有人刻意报复 而是狂犬病本身就是一种急性传染病 感染上后死亡率100% 从出现症状到死亡 整个过程可能就一个礼拜 据说临死前 王泽口渴想喝水 可是一看到水就害怕 窗户也不能开 因为怕风 窗帘必须拉上 因为怕光 最后搞得忍不忍 鬼不鬼 不少人私底下都说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死了是种解脱 因为联系不上他的家人 王泽的后事是公司帮着办的 后来一查账户 里面有几万块钱的积蓄 听相熟的人说 王泽生前没什么爱好 就偶尔抽抽烟 平常住在公司 吃饭也在公司 连的开销都没有 赵泽成知道后唏嘘了好久 说这人也不是没钱 打不起疫苗 怎么就表现得那么抗拒呢 王泽厌弃的那一刹 透明面板自动在云心面前弹开 恭喜玩家成功在编号113179副本 野猫伤人事故中幸存 因为您阻止了危险进一步扩散 避免更多人类受伤 过关评价为C 奖励属性点 敏加0.1 体加0.2 王泽虽然死了 但事情尚未结束 顾客还在住院 怎么平息他的怒火 表达酒店的歉意 是当前头等大事 经理忙得焦头烂额 天天跑医院 送温暖 偏偏这时老板去外地出差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安抚顾客的工作 全权交给了经理 背地里 童家偷偷跟云心说 你知道吗 平常我们老板是从来不出差的 他就是看见有烂摊子 不想收拾 才自己跑去旅游 把所有事推给经理 赚钱老板赚 糟心是经理做 谁看了不得夸一句 生意人就是精明 云心听了十分惊讶 事情全部拜托给经理 老板倒是放心 童家冷笑 你以为这是经理第一次被坑 换言之 类似的是 老板已经干过很多次 甚至都坑出经验来了 云心哑然 这真是 狗听了都摇头 因一身神力 云心在厨房格外吃得开 用大师傅的话来说 那就是这么一把子力气 不用来颠锅 纯属浪费 可惜云心没有学厨的意向 他就时不时跑到厨房 帮忙切切菜 或者搭把手什么的 日子久了 倒是跟徒弟们混熟了 偶尔有什么好吃的 都会被偷偷塞一点 这天闲暇时 徒弟们聚在一起胡砍 云心这个厨房边外人员 坐在旁边一边听 一边吃砖 属于他的小零食玉米烙 玉米烙是酒店的特色点心 不但香甜软糯 还带着一丝丝甜味 尤其刚出炉的时候 口味最佳 有时大师傅嘴馋了 会亲自下厨做一些 一部分留给自己 一部分塞给他 不过 今天是徒弟们练手 做出成品 是吃了一小块 剩下的都给他 我说 咱们老板是不是太抠了 薪水给的少就算了 还想着法地扣工资 他是缺这点钱 去医院看抠病吗 一人愤愤道 听人说 不仅酒店 就连这栋楼都是老板的 这么有钱还这么抠 真想不通 清洁部的小林跟我玩得好 他说打扫的时候 发现大楼柱子和墙壁 都出现了裂痕 老板这么抠 我好担心他搞豆腐渣工程 不至于吧 文言 大家都惊了 你这么一提 我倒是想起来了 另一人迟疑着开口 那谁跟我说 二楼客房梳妆台镜子破了 大厅的梁柱也裂开了 就是这两天的事 聊天前 他们专门确认过 厨房大门是锁着的 可即便如此 也不能保证 在场所有人 谁都不会说漏嘴 所以有时不想提人名 就用那谁代替 反正胡砍过多次 大家都懂 这话一出 其他人闹腾起来 嗓门也不自觉变大 真的假的 确定不是有人故意搞破坏 听起来怎么那么恐怖 是让人想连夜辞职逃跑的程度 但凡老板靠谱一点 我现在心里都不至于这么慌 要不要跟老板说一声 让他休一下 几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去 说出来不得被老板削一顿 还有可能被穿小鞋 要不 咱们还是当不知道吧 等情况更严重 说不定会有其他人跑去提 几人商量来商量去 最后一直认为 这么做最好 俗话说得好 职场上哪有什么秘密 朋友之间一传 朋友在告诉朋友的朋友 一来二去 许多人都知道了 但知道归知道 一般人想象不到 一点点的疏忽 最终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 像酒店墙壁 梁柱破裂着事 知情员工不算少 可大家谈论起来 都是一种调侃的语气 重点在于骂老板 真正把这个当回事 甚至认真考虑离职跑路的 很少 还有人觉得 只要有勇士去提 老板找人修一下 披露就算补上了 大家又可以安心工作 然而云心吃着玉米烙 刹那间竟感觉到熟悉的心计 同一时间 右眼皮疯狂跳动 频率之快 跟糖浆泄露事故时 有的一拼 云心沉默 手里的玉米烙 突然就不香了 老板那么抠 你们就没有考虑过 换个地方工作 云心漫不经心提起 土地们大吐苦水 师傅坚持留下来 我们能去哪 也不是没人挖墙脚 不过老板曾经帮过师傅 师傅说 做人不能那么没良心 就没跳槽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那会儿 酒店招厨师 师傅来应聘 老板看中了师傅的厨艺 决定选他 师傅那段时间 手头比较紧 硬着头皮 跟老板预支三个月工资 大概老板真的很满意 师傅一身厨艺 居然答应了 师傅靠着那笔钱 渡过了难关 后来总厌着这份 要我说 师傅就是太重感情 老板那么抠 又扣工资 又不给按时加薪 都收回去多少三个月工资了 话不能这么说 我听说那时候师傅亲人生病 欠了一屁股债 穷得想叮当 都快接不开锅 多亏有这三个月工资 才挺了过去 虽然老板是抠 但要是没他 咱们师傅会变成什么样 还真不好说 还有人吐槽 我一直觉得 我说师傅没人肯来 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冤大头 前期可不得稍微投资下 可怜师傅一身厨艺 就是运气差了点 因为一点小恩小惠 被酒店套住 该说不说 老板是有点财运在身上的 眼看话题越来越偏 芸心又道 闲着也是闲着 我请你们喝杯咖啡 众人十分心动 好啊好啊 走 去咖啡店 芸心边说边站起身 谁知徒弟们疯狂摇头 上班时间 不能离开酒店 偷懒归偷懒 走出去是另一件事 要是被师傅发现 会被骂死 我们告诉你 喝什么 你去把咖啡买回来 要不点外卖也行 芸心劝他们 难得一次 只是出去一小会儿 不会被发现的 要是被发现 就说是我的责任 都怪我 徒弟们坚定拒绝 会被逐出师门的 赌不起 赌狗赌到最后一无所有 拒绝赌毒 从我做起 芸心死心 好吧 你们留下 我一个人去 有一瞬间 他想狠心不管 毕竟他的一贯原则就是 会想需要帮助 那是别人的选择 路上慢点 不着急 徒弟们笑呵呵 回来给你做好吃的 我这还有点奶糖 拿去吃 那人边说边递出一把奶糖 是以芸心接住 揣兜里 芸心微微一正 颇有些迈不开腿 踩够 大老远看见童家 芸心喊了一声 一路小跑赶过去 童家一惊 背脊发凉 这从未有过的热情 是怎么回事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说 就不都圈子了 芸心语速飞快 有人说 前两天客房梳妆台 镜子破了 大厅的梁柱也裂开了 怎么办 我好担心啊 万一酒店塌了怎么办 童家 求你别开口 你一说 我也开始这样想了怎么办 芸心根本没给回话的空隙 自顾自继续说 这里可是酒店 用餐的 住宿的 再加上工作人员 足足有上板人 要是楼塌了 大家都被埋了 正常情况下 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 可不晓得为什么 我心里慌得很 总是忍不住这样想 采购 我知道你第六感灵敏 你觉得呢 你说的我心惊肉跳 大脑甚至已经在思考 怎样尽快逃生 童家面无表情 陈述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感受 采购也这么想 难道楼真的会他 芸心猜测得到了验证 一惊一乍道 不行 咱们先出去 我再报个警 他不由分说 边往外走边拨警局电话 电话很快被接通 芸心把事情经过简单描述了下 然后爆出酒店名称 急切道 你们能不能联系酒店 让工作人员和顾客迅速撤离 接线员十分为难 确定有问题 再禁止酒店营业 直到整改合规 再恢复经营 随意把人喊出来 会影响酒店正常经营 万一楼塌了呢 芸心可怜兮兮道 我真的好害怕 本身就是酒店员工 听同事说完这些事 感觉这个楼坚持不了多久 可能下一秒就要塌了 你们快点派人过来啊 我明白你的感受 不过你太紧张了 机线员尽力安抚 你想 柱子之前就裂了 镜子也是之前就碎了 楼不是好好的在那吗 情况应该没那么严重 你只是自己吓唬自己 我会尽快通知同事过去 如果实在害怕 就找个空地待一会儿 检查过后 如果建筑确实存在质量问题 我们会立即疏散人群 芸心想摔手机 她需要的不是安慰 也不是警察即刻赶到 而是警方出面 通知酒店放广播 通知所有人撤离 然而接线员过于严谨 完全按照流程做事 或许对方心中也存在疑虑 怕她说谎 报假警 剑说不通 她叮嘱一句 那你们快点过来 便挂断电话 此时 芸心 童家 已经离开酒店 来到空旷的停车场 又眼皮的跳动 逐渐恢复正常 只是望着六层大楼 芸心不自觉中霉 她俩是得救了 其他人怎么办 没等采取下一步行动 旁边传来一声悠悠叹息 自从认识你 平静的生活 变得格外刺激 芸心有一点点心虚 她狡辩道 我也是来了新世界酒店 才知道什么叫多灾多难 可我是在认识你之后 才变得疯狂 童家掏出手机 然后以一种 誓死如归的精神 拨打报警电话 电话接通后 她以漫不经心的语气说 喂 我打算炸了某某街道的 新世界酒店 不过不想伤及无辜 你让里面的人出来吧 你没听错 我也没开玩笑 我在酒店各处 放着好炸弹 再过一会儿 酒店就会被炸飞 为什么 当然是和老板有仇 说到这 童家宁笑着表示 这家酒店的老板爱财 让他破财 比要他命还难受 就他干过的那些缺的事 活该 说完该说完的 啪一下挂断电话 芸心看呆了 没等他说话 只见童家又拨通一个电话 喂 经理 我刚才接到警方通知 说咱们酒店被人藏了炸弹 随时可能引爆 你赶紧放广播 让大家撤出酒店 接着他猛的拔高嗓音 什么开玩笑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 跟你开玩笑 赶紧的 别耽搁 这是我跟你说了 万一因为耽搁 扩大了人员伤亡 警察要追究 可是追究你的责任 说完 单方面结束通话 这一通操作 酒店 警察两头片 谁看了不得竖大拇指 说句 牛 做完这些 童家对芸心说 这狗屁工作 我也不稀罕再干下去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除了老板 每个员工都是受害者 仔细想想 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就是过习惯了 觉得日子还能凑合 就继续这么着 自从芸心告诉他 酒店梁柱破裂 担心整栋楼随之坍塌 他的心底就不断响起一个声音 是真的 快跑 快 与此同时 心惊肉跳 浑身站立 上次产生类似的感觉 还是看见被野猫咬伤 没及时打疫苗的王泽 所以他非常担心 万一这次直觉又对了怎么办 难道他只顾自己逃命 不顾酒店里的其他人 童家想了很久 发觉自己办不到 于是 抛弃理智 抛开束缚 原地发疯 到假警 妨碍社会公共治安 可是要进去蹲半个月的 童家叹了口气 现在心情挺复杂 既希望直觉是错的 一切干脆不要发声 又希望万一遇敢对 芸心很想夸童家干得好 可惜人设不允许 他打开手机查看 此时距离第一次心计 已经过去13分钟 芸心在心底默念 希望来得及 经理接到电话 人都傻了 傻 酒店里被放了炸弹 要紧急疏散人群 听起来 怎么那么像拙劣的愚人结玩笑 没等他挣扎 前台接到了警局通知 警察局都给他们打电话了 那还犹豫什么 经理赶紧让人广播 尊敬的客人 酒店刚接到一则通知 酒店内存放有炸弹 随时可能爆炸 请您迅速离开 再播送一遍 尊敬的客人 酒店刚接到一则通知 广播声音洪亮 将通知传遍酒店每一个角落 不管是餐厅吃饭的 还是在客房里休息的 所有顾客都惊了 酒店里藏有炸弹 是不是恐怖袭击 天哪 长这么大 我连针枪都没亲眼看过 偶尔住个酒店 居然离炸弹这么近 是演习吗 还是真的有炸弹 啰嗦个屁 跑啊 酒店上下乱做一团 有人吃饭吃到一半往外跑 有人正在洗澡 听见广播随便擦了擦 然后迅速穿上睡衣 裹上毛笼毯子 跟着跑出来 还有人打开房门 就近拉住一名酒店工作人员 边打哈欠边问 怎么回事 外面闹腾腾的 我都以为帝国复苏 组织好军队打过来了 他说这话 当然是在开玩笑 世界上本来存在很多国家 不过后来爆发战争 你打我我打你 胜者继续战斗 败者被各自收编 打着打着 就只剩下最后的胜利者 联邦 虽然联邦内部 偶尔会有恐怖分子 搞恐怖袭击 但这种事 他向来只在新闻报纸上看见过 自身从未经历 因此 他以为酒店在搞逼真演习 心里还纳闷 为什么不提前一天通知 是真的 我们接到警方电话 正安排顾客迅速撤离 说着 工作人员手腕一翻 正脱开 请您尽快离开 不等顾客反应过来 工作人员挨个敲响房间大门 同一时间 手里拿这个大喇叭 一臂广播 还要高的音量反复播放 酒店内部存有炸弹 随时可能爆炸 请尽快撤离 注意 这不是演习 卧槽 顾客惊呆 顾不得自己只穿了大裤衩 想也没想 就从楼梯口逃生 结果到那一看 好多人往下跑 他赶紧跟随人群一块逃出去 只是腿在跑 脑袋仍在思考 咱们国家不是进枪吗 普通人连枪都弄不着 哪来的炸弹 旁边一哥们来了剧 说不定是自制土炸弹呢 这话好有道理 顾客为之语色 旁边的哥们看着瘦 跑起来又快又轻松 还有余力跟他搭话 想象不出来就别想象了 赶紧逃命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 警察来了会调查清楚 顾客想想也对 老是闭上嘴 三分钟过去了 一群人顺利跑到空地上 他们拼命喘气 同时心里一松 安全了 经理 除了广播 每层都有工作人员拿着大喇叭 挨个敲门通知 前台汇报最新进展 有些客房门敲不开 可能顾客出去了 人不在房间里 既然全部通知到 经理语速飞快 工作人员开始撤离 说着 带头往外跑 空地上 人越来越多 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诉说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云心视线来回群寻 在人群里寻找着熟悉的身影 没多久 听见远处传来熟悉的嗓音 太吓人了 老板抠门 偷工减料就算了 居然还有人往酒店里放炸弹 什么愁 什么愿 幸好咱们跑得快 不 应该说 幸好老板在出差 万一他留在酒店 接到警方通知 第一反应 是要所有员工留下 用生命保护他的财产怎么办 其他人听了 一脸疯了吧的表情 可在一想 老板好像也不是干不出这种事 于是纷纷庆幸 还好他不在 师父也不在 云心驻足远眺 等确认徒弟们没事 一个不少 都逃了出来 他势然的笑了笑 也没打招呼 转身便往回走 他的一贯原则是 会像需要帮助 值得帮助的人伸出手 至于要不要握住 那是别人的选择 可总有一些人 会让他想第二次 第三次的伸出手 到警后的第八分钟 童家尚未恢复平静 毕竟报假警这么刺激的是 他这种良好市民 以前从来没干过 察觉云心回到身边 他悠悠道 我想了想 觉得自己可能被坑了 交通意外中侥幸存活 死亡擦肩而过 获得第六感 王泽被野猫咬 验证第六感正确 所有的一切 仿佛都是铺垫 就为了再预感到 酒店即将出事的那一刻 逼我挺身而出 不择手段去阻止 云心轻声道 你本可以不这么做 那你还是做了 是啊 这该死的良心 童家自嘲地笑了笑 在这之前 我都不知道 自己是这么有良心的一个人 交谈间 警鸣声响起 不一会儿 警车停下 警察纷纷下车 做都做了 回不了头 童家深吸一口气 高举双手 悲壮地走了过去 主动交代 警察同志 是我报了假警 我有罪 我自首 我承认错误 警察呆了呆 随即迅速反应过来 持枪对准 喝道 站住 蹲下 爆头 童家立即照办 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站在远处 空地围观的人们 听到这番字白 一脸猛地看过来 什么情况 一名女警确定 童家身上 没有携带武器炸弹 利落地给他靠上手铐 队长问 怎么回事 女警也十分疑惑 他说他只是报假警 但整件事 透露了一种 说不出的奇怪 比如 这个人 为什么故意报假警 为什么拿自己的手机打电话 丝毫不遮掩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看见警察不跑 反而主动凑上前自首 没等他们想明白 轰一声巨响 六层高的新世界酒店 开始坍塌 童家被声音吓到 颇有些心惊肉跳 偏偏还要逞强 在心底付匪 也没什么吗 看上去跟积木城堡 坍塌差不多 就是规模大了点 尘土多了点 声音响了点 到最后 哆嗦得太厉害 骗不了自己 终于坦诚 该说不说 确实吓人 童家提前预感到 起码有个心理准备 其他人完全没有 人们震惊目睹 酒店倒塌全过程 身体打仗的同时 语调也跟着抖起来 塌了 真塌了 我的天 从开始到结束 持续时间不到60秒 人要是还在酒店里 怎么逃得出来 逃不了 根本逃不了 这点时间够做什么 跳窗吗 别说 楼塌的时候 真有人跳窗 结果楼塌的速度 比跳的速度快 最后还是被埋了 这会儿 废墟里还能隐隐 女警愤怒质问 童家高声喊冤 那是因为老板造楼的时候 偷工减料 我是酒店工作人员 看见柱子裂了 老板又不维修 才报假警 让顾客掀出来 要不是我 现在大家都被埋在废墟里呢 女警和队长互望一眼 队长示意 你看着他 别让他跑了 其他人负责营救 话音刚落 警队行动起来 有条不紊的开始救援 这时 一块透明面板浮现在童家面前 欢迎参加进化游戏 恭喜玩家成功在编号113680副本 《酒店坍塌事故》中幸存 因为您拯救了78位人类 过关评价为S 奖励属性点 B加0.3 敏加0.3 体加0.3 0加0.3 注一 过关评价获得一次 及一次以上A等级 或以上等级 玩家才能得知 进化游戏存在 注二 过关评价在B等级及B等级以下 玩家仅获得属性点奖励 无法获知进化游戏存在 注三 标准成年女性思维属性 B0.5 敏0.5 体0.5 00.8 单向属性值超过3 6 9 将获得特殊能力 注四 不得将进化游戏存在 告知非游戏玩家 以及无A等级过关评价玩家 随意泄密将引发为之严重后果 您当前属性是 B0.8 您0.9 体0.8 0 2.7 因近距离目睹酒店坍塌 您心中震撼 受到巨大刺激 且能被激发 B加0.1 0加0.5 数据更新后 您当前属性是 B0.9 您0.9 体0.8 0 3.2 单向属性值超过3 您将获得特殊能力 恭喜玩家获得超能力洞察 洞察 隐瞒 谎言 欺骗 你总是能拨开层层迷雾 洞察事件背后真相 看着一行行文字 同家人都傻了 此时此刻 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面板上写的内容是真的 这颗星球是不是过于危险 不太适合居住 同一时间 云心面前显示 恭喜玩家成功在编号113680副本 酒店坍塌事故中幸存 因为您及时告知 直接拯救了一位人类 同家 间接拯救了78位人类 过关评价为A 奖励属性点 B加0.2 敏加0.2 体加0.2 0加0.2 因为废墟底下埋着受害者 救援队不能用大型挖掘机直接挖开 只能一点一点扳开碎石 救援持续了三天 终于落下帷幕 据统计 总共死亡26人 受伤7人 这些人或是睡死了 没听见广播 或是乘坐电梯 几次满载 没能及时离开 还有人跳楼 受了伤 总之各有各的倒霉 另一方面 要感谢同家 因为他报假警 谎称酒店里有炸弹 酒店里的大部分人都及时跑了出来 极大的减轻了警方救援工作量 当然 事情没调查清楚前 同家暂时被拘了 警方需要时间调查清楚 他到底是为了救人 不惜说谎的平民英雄 还是引起事故的罪魁祸首 一个星期后 调查结果出炉 酒店之所以倒塌 是因为建造过程中 酒店老板贪便宜 找了一名不合格的汇图员设计 因为不是专业结构设计师 汇图员错估了柱子和墙壁 可以支撑的重量 大楼不能承担自身重量 不堪重负 于是轰然倒塌 至于炸弹什么的 纯粹是谎言 警方在废墟里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 都没发现炸弹碎片 这么说 同家是无辜的 女警惊讶 应该是 不过这份报告里有解释不了的地方 队长拖着下巴 十分费解 他怎么就那么肯定 楼会他呢 虽然同家被迫在橘子里常住 可是过得并不差 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报了个假警 其他啥也没干 资深老警戒了 私底下感慨 这要是个罪犯 心理素质也太好了 后来搜查鼠便 确认事故现场并没有炸弹碎片 女警小姐姐深深懊悔 自己之前误解了英雄 开始每天给英雄买盒饭 两婚两素 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那种 同家伙食好 又没心理压力 又不用忙工作 几天一过 直接把自己养胖了 调查结果出炉 队长把人拎出来最后一次问话 为什么报假警 同家DM次重复 老板死扣死扣的 大楼梁柱裂了没人修 客房镜子碎了也不管 同事跟我说的时候 我害怕极了 觉得这栋楼太不安全 楼不安全 可以找人检查大楼质量 如果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我们会要求酒店停止营业 直到整改完 可你跳过了这个步骤 就算报假警 也要让顾客立即离开酒店 队长指示同家 一字一句道 这就好像你预感到楼会他 是的 同家疯狂点头 我当时有种特别不好的预感 就好像第六感在告诉我 一定要出去 要不然会出大事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反正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揪心 害怕 同事里有个女孩子 她也很害怕 她还打电话报警 希望警察通知酒店 迅速疏散顾客 可是接线员根本不相信 还说她自己吓唬自己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要是接线员肯信她 我也用不着报假警 队长 好家伙 她问 你为什么那么笃定 事故会发生 宁愿报假警 也要疏散人群 对方回 要不是接线员不靠谱 她根本用不着报假警 虽然事情经过确实是那样 但你这个回答 是不是有点文不对题 偏偏这不是罪犯 是不顾一切 救了七十多人的大英雄 她还不好对她太凶 把什么犯人的那一套 拿出来对付她 警官 到底什么时候才放我出去 同家可怜兮兮道 我就是一念之差 才做错了事 而且严格算起来 我就是犯了一点点小错误 不过救了那么多人 怎么也能抵消了吧 警局不给我发警旗 不给我发奖励就算了 一直关着我不太好吧 新闻媒体听说了这件事 还有人想采访我呢 同家边说边对食指 警官 其实我也挺忙的 不能天天在局子里住着 队长开始好奇 这是什么环境里 培养出来的人才 短短几句话 威胁 卖惨 协商 洗白 一个没拉全干了 把你找来 只是例行询问 队长正色道 事故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没有问题 可以走了 真的 可以回家了 同家大喜 迅速站起身 还不忘说一句 谢谢警官 队长跟着起身 打算将同家送出去 走到大厅 资深老警扭着一个 穿着嘻哈衫的青年走进来 嘴里骂咧咧 你小子 干什么不行 非得学人家当偷 丢不丢人 祖宗十八代的脸 都被你丢光了 青年一声不吭 等同家从他们身边经过时 青年猛地正脱开资深老警 左手还住同家脖子 右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小刀 都别过来 资深老警慌了 你不要乱来 你只是偷了小东西 关几天就能放出去 伤人可比偷窃严重多了 我才不要被关进去 青年恶狠狠道 你们都过去那边 我要出去 资深老警和队长 配合地移动着 青年看着他们 眼睛一眨也不眨 身怕有人偷袭 这时 同家右手握住 他持着小刀的手腕 左手钻足进手机青年腹部 青年完全没有防备 吃痛松手 整个人半跪下 同家一个转身 一脚踢到青年小腿上 满大厅谁都不找就找我 当我好欺负 说着 一脚两脚三脚 女警赶紧来来 资深老警非快把青年按住 半拖半拉把人带走 队长神色复杂 对不起 让你受惊了 不要紧 同家撩了撩头发 还好以前有练过 队长看向女警 示意 你送送她 女警会议 赶紧把同家送出警局 角落里 嘻哈青年躺在地板上 呲牙咧嘴 童 你之前可没跟我说她这么凶 或 下手真狠 聊起衣服一看 被打的地方全清了 你还好意思说 队长瞪她 连她都打不过 以后工作的时候 还怎么保护市民 嘻哈青年厅的嘴角抽抽 这么能打的市民 哪里需要我保护 资深老警撇开脸偷笑 等队长看过来 他立马面色一正 严肃道 队长 据我分析 预感到楼会他应该是巧合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 小王偷袭时 同家完全没有防备 如果第六感超强 能预警 他不会轻易就被钳制住 之后找到机会才反击 嘻哈青年 小王 也跟着点头 我突然出手 在他意料之外 下意识的反应 一般都是最真实的 队长垂眸深思 片刻后抬起头 他说 有女同事给接线员打电话报警 那个人是谁 初春 乍暖还寒 凉风袭袭 云心去租房旁边小超市 买了一大袋零食 回家路上 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站在租房小区前 与此同时 对方也看见了他 聊聊 童家说 这句话听起来是问句 但其实没给拒绝的余地 云心默默跟上 等童家在附近公园 找了个长椅坐下 他从袋子里掏出罐装咖啡 喝吗 童家默默接过 再长椅一段坐下 云心给自己开了瓶奶茶 再长椅另一段坐下 老板被抓起来了 童家告诉云心 可能要判刑 十几年都出不来 看过警局事故起因 调查报告的云心表示 他值得 据说有专业人员 老板不进去 谁进去 我在局子里的时候 很多人过来看我 有人说 谢谢我救了他 送张支票作为酬谢 有人说 愿意给我提供新的工作 钱多事少离家近 不用加班 入职送好车 干满十年 再送一套房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记者想采访我 童家又说 很好啊 云心道喜 名声 金钱 新工作 一下子什么都有了 不熬你冒着违法乱纪的风险报假警 童家没吭声 从警局出来 他做的头一件事 是回家洗澡 第二件事 就是找云心 为此还特地打电话给经理 所要入职时 云心填写的居住地址 幸好只知文件 随着楼他被埋 经理家庭电脑 还存了电子板 要不然 他都找不着人 说吧 找我什么事 云心不太想干 坐着吹冷风 鼓励对方 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于是 童家直接了当问 从头到尾 你是不是都在演我 一瞬间 空气似乎都安静了 云心顿了顿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能预知危险的不是我 是你 童家提起这件事就火大 我的能力洞察 是看穿谎言 察觉事件真相 换句话说 我的潜意识 不是预感到危险 而是判断出你说的是实话 所以才会害怕 王泽的事是这样 酒店坛塌事故时也是这样 你故意在我面前演得很着急 我还信了 还跑去报假警 合着到头来 我就是个报警工具人 童家越想越委屈 这怎么能较言你 云心听见能力 洞察 察觉事件真相几个词 知道瞒不住了 他不再否认 反而说 人本来就有很多张面孔 面对陌生人是一张脸 面对熟悉的人是另一张脸 面对朋友是一张脸 面对家人是另一张脸 跟人相处时一张脸 自己独处时又是另一张脸 遇到紧急情况 知道用哪张面孔 可以蒙混过关 就会不自觉切换 不能说刻意欺瞒 只能说生存本能 为了尽快重获自由 刚在警察面前 演了一波的童家 他不禁思考起一个问题 这会儿要是骂云心 是不是连自己一块骂了 而且我也没想到 你会跑去报假警 我就是想喊你出去 再找个正当理由 拨打报警电话 云心一脸无辜 童家 罪魁祸首竟是我自己 童家冷静片刻 又问 酒店大楼坍塌后 我的眼睛好像出了问题 偶尔会看见奇怪的东西 你呢 有类似的症状吗 这里说的是透明面板 因为不能随便对别人提起 他说的比较含糊 云心回答 我之前就这样了 不过不要紧 当看不见就没事了 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童家才下去一点的火气 又重新翻腾上来 他气势汹汹道 你再这样 原本打算分你一半的酬金 我就这给三分之一了 都是平凡打工人 原本平分能拿二十五万 因为惹他生气 瞬间缩水成十七万 对方知道了 还不心疼死 童家刚有种恶作剧得逞的快意 就听云心说 你都自己留着吧 我继承了遗产 身家几个亿 用不着这些 童家 什么都别说了 毁灭吧 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童家努力回忆 起初 他以为云心跟赵泽成一样 年轻 天真 愚蠢 后来发现 天真的是他 愚蠢的是他 被人耍得团团转的是他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无能狂怒的还是他 童家不能理解 自己一个保经职场风霜的成年人 怎么被一个比他小的女孩 轻易拿捏了 车祸事故后 我问你有没有察觉到异样 你明明能预知危险 却说没什么特别 跟往常一样 童家翻旧账 对啊 车祸前后没有明显变化 云心解释 我发觉第六感能示警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童家又问 为什么瞒着 要不是我察觉到 你是不是打算永远都不告诉我 车祸后不久 你发现自己体能大幅提升 不是也不想跟人说 云心喝着奶茶 晃着脚丫 随口回道 之所以告诉我 只是为了找个人商量 我不想找人商量 所以谁都没提 你来我往交锋数回 童家惊奇地发现 问题就像回旋标 总是能飞回来扎在他自己身上 他累了 最后问 今后有什么打算 云心想了想回答 找份工作 要不跟我一起去新公司上班好了 童家假装不经意间提起 不啦 云心站起身 认真告诫 你最好祈祷 再也不会遇见我 这样比较幸福 说什么呢 没有云心 车祸那会儿他人都没了 对他来说 遇见云心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童家灌下一大口咖啡 不想说话 虽然我骗了你 但是骗了你裁员滚滚 事业有成 不必丧命 总的来说是个好骗子 云心这样总结 随后笑着对童家道 忘了说 你报夹警救人的样子 真的很帅气 我就是个工具人 童家撇开脸 就算我不强出头 你也会想办法救他们 你错了 云心坦诚 我永远都不可能 像你那样不顾一切 想到报夹警是一回事 去做是另一回事 奇怪的家伙 童家哼哼唧唧 不管从哪方面看 都超级奇怪 云心笑 或许吧 童家没再说什么 心情却比来之前好不少 老板进监狱采缝鸡了 云心又要找工作 一般来说 他换工作换得比较勤 有时候半个月一换 有时候一两个月一换 倒不是眼高手低吃不了苦 而是公司老板 总是突然就没了 广投简历第三天 云心收到一封邮件 很高兴通知您 您的简历已通过我公司初筛 请您于明天 某年某月某日 上午九点过来面试 发信人 康复养老院 第二天上午九点 云心准时出现在 康复养老院门口 职工引路 带他进办公室面试 经过友好沟通 云心得知 招聘岗位是养老院陪护 主要工作是陪伴老人 给予老人关心 爱护 帮助老年病患 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至于福利待遇 月薪一万 奖金另算 工作食堂 免费吃饭 员工宿舍 中等装修单人间 唯一不太好的是工作时间 必须24小时随教随到 住在养老院里照料病人 每个月只有两天固定休假 云心不挑工作 爽快应下 并同意隔天入职 工作第一天 资深陪护带着云心 和另一名新人四处转转 熟悉环境 顺便介绍下工作日常 虽说名字是康复养老院 但其实运作起来 更像疗养院 住在里面的 不少都是病人 有专门的医生护士负责治疗 咱们要做的事很简单 就是陪老人们聊聊天 节节闷 偶尔提醒他 时间到了 该吃药了 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 夜班的话 就是晚上5点到早上8点 饿了可以去食堂用餐 24小时有人 对了 新人是位男性 20岁出头 名牌上写着陪护 吴鹏字养 听说厨师厨艺豪 他立马激动起来 大学4年 被黑暗料理秃毒惨了 面试时听说包食素 我还担心伙食不好 现在总算可以放心 三人走着走着 来到一片草坪上 不远处 有老人坐在轮椅上 被人推着晒太阳 还有老人坐在藤椅上 三五个凑成堆 边晒太阳边闲聊 神情看起来十分惬意 自身陪护带着云心 吴鹏走过去 跟老人们打招呼 徐爷爷 刘奶奶 和奶奶 这是我们的新人陪护 云心 吴鹏 爷爷奶奶好 吴鹏一个剑步走上前 熟络的交谈起来 奶奶是不是做头发了 哎 真时髦 真好看 和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直夸小伙子机灵嘴甜 以后不愁找不到女朋友 刘奶奶则瞧着云心 越瞧越喜欢 闺女长得真俊 有男朋友了吗 云心不知想起什么 表情有一瞬间的暗淡 随即仰起笑脸 没有 没谈 不要紧 奶奶给你介绍 刘奶奶热情道 我的孙子 一本大学毕业 体育好 成绩好 人又长得俊 你们俩 般配 不用不用 云心笑着拒绝 奶奶 我有心上人 啊 刘奶奶惋惜极了 过了一会儿又说 闺女 哪天你要是想通了 想找男朋友了 记得跟奶奶说 奶奶认识好多帅气年轻的男孩子 哎 好嘞 云心笑着硬下 跟刘奶奶聊完 徐爷爷又拉着云心问 陪护工作需要住在养老院 半个月才能出去一趟 你一个女孩子 父母放心啊 云心僵了僵 然后笑着道 父母尊重我的选择 什么事都随我 真开明 徐爷感慨 这种父母挺少见的 大家都管得宽 什么事都操心 其实儿孙自有儿孙福 管那么多干嘛呢 聊了一刻中 资深陪护与爷爷奶奶道别 准备带新人逛逛别处 我就不去了 云心停下脚步 我刚刚发现 自己不太适合这份工作 辞职比较好 说完 转身前往院长室 你要辞职 院长惊讶地看着云心 是的 云心用非常肯定的语气 急于回答 如果我没记错 面试的时候 你说过你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不怕苦不怕累 什么活都能干 这一刻 院长的心情十分复杂 是这样没错 云心一点都不心虚 在今天之前 我并不知道陪老人聊天 是这么艰难的一份工作 院长无法理解 咱们养老院住着的 都是一些普通老人 只要你有跟自家长辈交流的经验 应该不难应付 云心沉默 他知道不说清楚 别人不会明白 索性直说 我从小到大没见过爷爷奶奶 也没有外公 只跟外婆一起住 父母在我十岁的时候过世 外婆在我十八岁的时候过世 我本人并不想跟人提起这些事 但是爷爷奶奶 很爱聊家庭所事 聊天时突然拉下脸 不够尊重他们 硬称笑脸 太辛苦我自己 所以离职对大家都好 院长被镇住了 久久无话 如果没有其他话要说 我就当你同意了 入职第一天 合同都没来得及签 离职也不需要多复杂的手续 云心说完就想往外走 等等 院长叫住了他 如果陪护工作不合适 换岗怎么样 云心停住脚步 缓缓转过身 院长表示 其实我们是新开的养老院 很多岗位都缺人手 厨房帮工 食堂打饭阿姨 修剪草坪树木的园丁 医生助理 不需要专业知识 只要记录病人病情 做些整理文件的工作 就算心里不乐意 面上还是摆出笑脸 好好陪老人聊天 我个人很欣赏这种工作态度 希望你能留下 云心想了想 厨房帮工以前干过 应该可以 云心理解中的厨房帮工 洗菜 切菜 配菜 实际上的厨房帮工 203号房的老太太病得太重 没办法去食堂吃饭 新来的 你去送个饭 云心一脸猛 这个工作内容 岗位名称 是不是应该改名叫跑腿啊 不过算了 跑腿总比陪老好 杂活累活 他也不是没干过 云心用塑料袋 将餐盒一一装好 然后提着一饭两菜一汤 轻轻松松往203赶 还没走进老人们居住的公寓楼 云心抬头远眺 只见顶楼有人纵身一跃 几秒后 杂众拄着拐杖 慢吞吞走着 正打算回房午休的另一名老人 最终 两人一起倒在血泊中 云心脚步一顿 同一时间 吴鹏发出惊恐大喊 不好了 有人跳楼了 听到声音 保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因为跳楼死状过于惨烈 怕其他老人看了受惊吓 做噩梦 保安们迅速找来白布 把人盖住 只是动作再快 反应再迅速 也架不住有些老人 本来就在附近 有人探头瞧了一眼 嚷嚷出声 这不是老杨吗 旁边老人 立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 老杨是个可怜人 老婆早就没了 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 把儿子拉扯大 等到儿子结了婚 他退了休 查出生了重病 他之前好几次说过 自己不想活了 生病太难受 但是儿子孝顺 说不管花多少钱 都会治好他 我当时还想 老杨有这么个孝顺孩子 这辈子算是没把火 这时 旁边一人呸了一声 他儿子哪是孝顺 明明是盯着老杨的退休金 一个月万把块钱退休金 扣掉杂七杂八的费用 剩下的钱 比老杨儿子一个月工资还高 那天我正好路过 老杨房间门口虚眼着 听得真真切切 他儿子跪在地上哭诉 说什么养孩子跪 又要还房贷 又要还车贷 他老婆还爱买奢侈品 一个月工资不够他自己花 没老杨帮衬 自己绝对撑不下去 那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让老杨撑着别死 再活两年 等过几年 他肩膀上负担倾斜了 老杨再想死 他就不拦着了 都说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结果人老了 连生死都由不得自己 这番话 直接把其他老人听傻了 老杨生病难受 自己早就不想活了 他儿子为了退休金 硬是拉着不让死 还有这种事 当初老杨一个人 都能把儿子拉着打 现在他儿子在家洗 两个人两份工资 都不够花 钱多有钱多的花法 钱少有钱少的过法 怎么日子还会过不下去 老杨估计是憋久了 撑不住了 才很心跳下来 可是你说这是 怎么就这要巧 跳下来的时候 居然砸到了过路的 所以说 不要高空扔垃圾 扔自己也不行 会给别人添麻烦 老人们唏嘘不已 为老杨 也为无辜丧命的路人 芸心观望了一会儿 默默离开 躺在床上 骑不来的老人 一共有六位 芸心往返树烫 一一给他们送餐 到最后忍不住问 为什么不拿个小推车 饭菜做好了 一起送 大厨表示 每位病人都有不同的忌口 一起送容易出错 饭菜汤装好后 可以用马克笔 在塑料袋上写上房间号 芸心提议 或者准备所有人都能吃的饭菜 这样更安全 不行 大厨不同意 芸心还要说什么 大厨掩一瞪 你是不是想偷懒 不想干活 不是 芸心否认 那就多干活 少开口 大厨凶巴巴的 把芸心赶去吃饭 芸心干完活 已经是下午一点 食堂里空空荡荡 没什么人 于是 她随便打了两个菜 配大米饭吃着 厨师手艺 果然像资深陪护说的那样好 五花肉肥而不腻 汤汁拌饭能干掉一大碗 或许是考虑到 养老院老人众多的缘故 许多菜都做得比较清淡 不过鉴于职工也要吃饭 也会烧几个年轻人吃的大肉菜 这样一来 大家都能满意 芸心吃完饭 装了几个糯米烧麦当点心 她正往外走 一人一个自窃 在她身前倒下 芸心下意识把人扶住 对不起对不起 走着路 不知道怎么扭了脚 那人连连道歉 芸心一看 还是熟人 那个跟她一起应聘陪护的吴鹏 当心点 芸心说着 错开身继续往外走 等到走出食堂 来到没人的角落 她伸出右手 掌心里赫然有一张小纸条 那是吴鹏借着亮呛 塞进她手里的 打开纸条 只见上面歪歪牛牛 写着几个字 仓库后边 有话说 芸心看完就把纸条撕了 然后在养老院内溜弯 假装熟悉环境 逛着逛着 就逛到了仓库 你怎么才来 我都以为你不来了 吴鹏见到芸心 就跟见了亲人似的说过不停 我跟你说 这个养老院真的超级奇怪 怎么了 芸心问 之前不是有人跳楼了吗 还砸死了一个 吴鹏惊慌不已 后来我陪其他老人说话 聊着聊着她累了 闭眼睡着了 我就没吭声 悄悄出去 结果 我半个小时之后 进去喊她起床吃饭 看见窗边趴了一条毒蛇 这么长 这么粗 吴鹏胡乱比划着 显然吓得不轻 芸心一惊 确定是毒蛇吗 就是毒蛇 还把老人给咬了 我大着胆子去摸了一下 老人已经没有呼吸 没有脉搏了 吴鹏快疯了 怎么可能同一个地方 一天发生两场意外 这家养老院肯定有问题 后来我仔细回忆了下 猛然惊醒 我根本没有给这家养老院 投过简历 她却突然给我发邮件 说简历通过出筛 已经安排好面试 我太害怕了 想偷偷溜走 结果门口有人守着 不让随意进出 说不管是职工 还是养老院的老人 必须先写申请 院长同意后才能出去 这不是变相 把人软件了吗 芸心这时 在思考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公寓楼里有毒蛇 她是怎么进去的 因为老人说闷 让我把窗户打开 提起这件事 吴鹏更崩溃 我开了窗户 把纱窗拉上 她不满意 说还是闷 非让我把纱窗也拉开 结果一枚流神 就出事了 芸心又问 后来怎么处理的 还能怎么处理 尸体搬走 蛇杀掉 还说什么 不想引起惊慌 对外声称 老人在睡梦中病逝 不是 你一点都不震惊吗 吴鹏差点开始自我怀疑 是不是自己胆子太小 所以才一惊一乍 要不然面前这女生听完了 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芸心坦白 虽然投出不少简历 不过投了哪些公司 哪些岗位 我心里大致有数 收到邮件的时候就知道 我没向康复养老院求过职 是他主动找上我 那你还赶过来面试 吴鹏震惊 这年头 工作不好找 遇见一个愿意收下 我的老板不容易 芸心解释 吴鹏用看疯子的眼光 看了芸心 半天说不出话来 整个养老院 只有他们俩是新晋员工 他以为芸心是唯一的友军 结果好家伙 这一开口 他只想离芸心远远的 这么一想 想辞职 结果他二话不说 给了很多其他选项 让我转岗 他是不是不愿意放我离开 吴鹏听的寒毛指数 会不会这是一家黑心企业 背后其实有什么黑色产业链 杀人PO施取器官 不至于吧 芸心表示怀疑 老人的器官有什么好惦记的 吴鹏却说 老人才好下手呢 本来体弱多病 年龄也大 万一出什么事 别人都以为是意外 对了 老人还有一产 养老院会不会伪造遗书 抢夺遗产 芸心看了他一眼 如果你担心 可以打电话报警 你以为我没打过吗 吴鹏哭丧着脸 我怀疑自己遭到非法软禁 想打电话告诉警察 让他们来救我 结果拨出电话后 他说不在服务区 这样啊 芸心想了想 没办法了 下午我找院长问问吧 吴鹏 这是你问 他就会告诉你的事吗 万一遇害了怎么办 别担心 我不会有事 倒是你 注意安全 芸心叮嘱完 就想去找院长 喂 你等一下 吴鹏犹豫了下 咬咬牙 还是选择说出来 从现在起到今天结束 别去老人们住的公寓楼 芸心定住 这熟悉的告诫是救人法 他转过身 缓缓问 你能事先感知到危险 你在说什么 吴鹏神色慌乱 结结巴巴道 我就是有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 也不是很肯定 但是以防万一 我觉得避开比较 真巧 我也能 芸心又说 文言 吴鹏待若目击 偌大的养老院 感觉只有芸心 才是跟他一伙的 也因此 芸心去找院长问话的时候 吴鹏犹豫半天 最后选择硬着头皮跟上 他是这么说的 要是你回不来了怎么办 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还不被吓死 反正都是死 不如跟你一块去 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芸心就随他了 与上午过来时相比 院长室门口多出两个精状保镖 不等芸心他们靠近 保镖就伸手把他们拦下 让开 我有事找院长 芸心说 两个保镖跟门神似的 一左一右站着 一个说 院长现在没空 另一个说 找院长也没用 回去做好分内的事 剩下的交给天意 芸心懒得听他们叽叽歪歪 有事当然是找正主 再不让开 我就动手了 保镖忽望一眼 打算一起出手按住芸心 让他冷静一下 结果芸心上去就是一脚 那人被踹中腹部 立时蜷缩成了瞎 原因无他 太痛了 另一人一惊 顿时打起十二分精神对敌 可是也没用 明明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女生 却像是有着几十年 打架斗殴经验的老手 专门找会让人丧失 战斗力的薄弱处下手 几个来回 两名导标全趴下了 吴鹏刚开始 还五周眼不敢看 等发现赢的是芸心 他不敢置信地问 原来你这么能打呀 没点本事 拿敢来养老院面试 芸心边说边推开院长室大门 吴鹏 他一定是在骂我 来的路上 吴鹏其实有劝过芸心 就算你问院长 他也不一定会说实话 不如我们先回去想想办法 芸心的回答是 你问话问不出来 那是因为姿势不对 吴鹏当时还好奇 姿势到底是怎么影响问话的 他试着想象了下 发现想象不能 自己的想象力 到底是贫乏了些 跟着芸心打进院长室 吴鹏终于知道 正确的问话姿势 只见芸心左手卡住院长脖子 直接把人对墙上 还是两脚悬空 这姿势 还有什么话问不出来 吴鹏不禁叹服 院长背对墙上 被掐得直翻白眼 居然还有心思对芸心说 你跟资料上写的不一样 资料只说 你能预先感知到危险 拿出来显摆 我的能力只在关键的时候 拿出来用 比如现在 力是多少 四 五 又或者已经超过了六 院长好奇道 芸心手上加了点力 是我有话要问你 不是我接受你的审问 看清楚自己的位置 院长被掐得呼吸不上来 他艰难道 喘不过气了 芸心稍稍松了点力道 逼问 说 怎么找上我们的 院长看向吴鹏 力0.9 米0.9 体0.9 0.1.7 啊 吴鹏一脸茫然 芸心倒是隐约明白了什么 院长看向芸心 笑着表示 你 我看不透 可是我零4.7 超能力是侦查 能看出所有灵 低于我的人的思维属性 这该死的超能力 芸心低声咒骂 上回也是 他都把谎原过去了 同家觉醒了超能力 一下子发觉不对劲 这次也是 都没侦查明白 只是因为看不穿他 就知道他有问题 往后这日子 还能过吗 芸心隐隐有些绝望 你们在说什么 吴鹏完全状况外 我说 院长转眼换了复说词 我知道你的事 某天飞说 商场外的雕塑会落下 拦着路人 不让他们从雕塑底下经过 结果商场员工人认为 你是捣乱的 故意妨碍他们经营 报了警 你被警察带走 骚乱平息 结果三个小时后 雕塑真的落下 砸中七名路人 无死二伤 你是怎么知道的 吴鹏心里直发毛 感觉自己跟被扒了皮似的 光秃秃站在阳光底下